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重关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调查 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识 这条报告显示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是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状态 在今年的四季地利经济年度人物予选当中 终求抗暴仍然是最重要的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今天我们要继续聚焦网络电信骗局 在2014年的1月11号 影视明星汤维在上海拍戏的时候 就遭遇了一次电信诈骗 被骗走了21万元 就在汤维被骗之后 又有一位明星中了招 9月10号 我们正在制作聚焦电信网络骗局的系列节目的时候 香港的影视明星李若彤 又遭遇到了一次非常离奇的网络电信诈骗 而这一次呢 他被骗的金额高达100 李若彤香港影视明星 1995年因为主演影视剧神雕侠里中的小龙女 被广大观众熟知 前不久 李若彤在北京录制节目时 向观众提起自己的经纪人 刚刚遭遇了一次离奇的诈骗经历 自己银行账户上的100万 全部被诈骗犯盗刷 9月16号 记者来到了上海 见到了李若彤的经纪人邓小姐 9月10号 早上8点31分 很清楚 邓小姐给李若彤当经纪人 已经有很多年了 她不仅负责李若彤的所有对外演出安排 同时还为李若彤帮助打理部分资金往来的业务 今年9月10号上午8点31分 还没起床的邓小姐 在摄影兴松中 接到了一个来电显示为010000 自称是中国电信工作人员的电话 打电话来说 我涉嫌非法赌博 一听到自己涉嫌非法赌博 躺在床上的邓小姐 瞬间不仅涉意全无 而且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没可能 神经病 我只要喊李自戏装的时候 神经病 我没做过 那你要不要报警 我说我答应要报警 那我现在帮你转到去 桥兰区的公安局 几乎不等邓小姐回过神来 电话紧接着被转接过去 一位自称名叫夏捷 编号085168的人接了电话 再次说邓小姐 涉嫌参与非法赌博和洗黑钱 已被一名落网的犯罪嫌疑人供出 邓小姐是同犯 为了让邓小姐相信自己是北京公安部门 对方还主动提出 向邓小姐通过114查询 号码为010-8595-3400的电话 是否是北京市桥阳区公安局的电话 然后我打去了 114说这个是北京桥阳区公安局的电话 此时的邓小姐还是半信半疑 为了打消邓小姐的疑虑 对方让邓小姐登入一个 665-110.GA的网站去看一下 这一看不要紧 网站上的内容 着实向了邓小姐一身冷汗 我看到我所有材料在里面了,包括我的身份证,港国通审贞,我的出生年业遇,出生日期,我的姓名,权名,还有我的照片,而且是我的微乡证的,整个证件都在里面。 在这个显示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界面的网站上 不仅写着邓小姐全部的信息 还有邓小姐涉嫌贩卖毒品 洗黑钱已被列为通缉犯的内容 呆了 我真的怕了 就在邓小姐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 对方步步紧逼 声称警方已经对邓小姐进行调查 并且冻结了她的银行账户 决定马上抓 还说出她第二天要到北京的行程信息 这让邓小姐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彻底探抗 我真的明天是飞北京的 她讲中了 这个底线我都开始怕了 要是因为我跟我的议员去飞北京 还有电视台来接待我 那么我要是这样子的话 人家来抓我我很难解释 我会影响我的议员的 我相信了 我相信这个案子了 真的我给人陷害了 所以我必须要卸做调查 就在这时 电话内端的人却画风一转表示 看在邓小姐配合态度好 可以帮邓小姐找他们的科长帮忙 他说现在只有一个男帮 一个人来帮你 就是一个我的科长 他帮你做一个公正监管 你就可以把你的账户解冻 而且你又不用坐牢 紧接着电话里又出现了一个声音 此人自称为科长 说起话来很直接 就问我 你总共有多少个账户 你没有多少钱 随后 这位科长 以帮助邓小姐解封 已经被冻结的账户为由 让邓小姐再次登陆之前的网站 665110.j 有一个东西进去以后 他要我下载 可是我没办法下载 由于无法下载安装 此时 对方问邓小姐 是否安装了杀毒软件 声称 免费的杀毒软件并不专业 容易中毒 会影响帮他解封账户的操作 随后 这个自称为科长的人 要求邓小姐 按照他的补助要求 对电脑中的杀毒软件 进行卸载 然后再下载 下载这个东西呢 出来是一个小格子 你写着中国共证四个字的 对了 你的档案打开了 已经可以 帮你开始工作了 然后就他叫我把一个 其中一个银行的账号 就是我帮邓小姐管理账 那个银行 他叫我把那个U端插进去 我心里想我又没有按密码 我没想到科技插进去就可以了 通常我上网的话 你要输银行账号啊 密码啊 什么还有验证码 在邓小姐看来 使用网银 必须要输入银行账号和密码 邓顿在自己手里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然而 一切都出乎了邓小姐的意料 就在邓小姐把邓顿刚刚插入电脑的一分钟之后 他的手机就收到了来自银行的一条网络转账短信 一百万没了 我就呆住了 我不要怎么形容 我第一个时间必须要报警 我一直在打电话的时候是手在抖 一百万的巨款就这样瞬间被盗刷 邓小姐告诉记者 从九月十号早上八点三十一分到一百万元钱被盗刷的下午两点 短短四个小时时间里 电话中断了好几次 但每次对方都在最快的时间再次打来 连续四个多小时都处于通话状态 根本不给邓小姐思考的时间 我相信她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有人拿了我的材料去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第一个概念就是 我不是因为怕 我的概念是卸作调查 邓小姐立即将银行卡被诈骗的事报案 随后马上打电话 将这个噩耗告诉了李若彤 我说一百万没了账户里面 因为我是理财很厉害的人 要不然他不会把钱交到我手上 平常人家蒙我几百块都蒙不到的 所以他不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我身上 然后我告诉了不是开玩笑 我是真的 人在香港的李若彤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反应就是问他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对我不相信 而且搞不搞不明白是 那个过程 我觉得有点 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很愤怒 有点 很可怕 很恐怖 目前这个案件 警方已经立案侦查 对于自己突然消失的一百万 李若彤表示很无奈 现在没办法怎么办了 我现在其实什么都不能做 我还有抱有一个希望 我希望有 有好的事情会发生 经历了这次被诈骗的遭遇 邓小姐说自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现在即使是真的公安部门给他打电话 他都不再相信 而在邓小姐的微博上 网友们对他的质疑声 更是让邓小姐觉得悲感压力 在网络上有些我的粉丝 他们都骂邓小姐 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可能要是我接到这个电话了 突然间有人跟你说你是痛极犯 然后你就想 我要怎么去证明 你可能就迷迷糊糊 就跟着他做 他也觉得是这个是比较 这个是他觉得怎么行动 这很丑的事情 你给人家骗了 他也愿意输出来 他也愿意告诉大家要提防 我觉得他这样无视的想法 大家还要说他什么 去批评他 我觉得是非常不公平的 邓小姐说 面对这次的采访 他也可能有个犹豫 但考虑再三 邓小姐和李若彤还是决定 接受记者的采访 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经历 让大家引以为戒 我讲出来 实际也不是好事情 为什么要讲出来 我跟李若彤 的确万万 真的很希望 不要再有第二个我 发生已经发生了 我们不想再有第三个人 第四个人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的告诉媒体 告诉大家的唯一一个目的 一百万元的巨款 在网上通过银行卡 一瞬间就化为乌有 一分都没有了 这个让李若彤和他的经纪人 感到非常气愤 同时他们也很不解 其实无论是短信诈骗 还是恐吓电话 或者说是登陆上了钓鱼网站 来窃取个人信息的这种诈骗方式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通过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 来倒刷卡上的钱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关于信用卡 或者是银行卡的诈骗方式 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这个就是网购诈骗 网上购物现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 一个购物方式之一 而网购最主要的交易手段 就是刷银行卡或者是信用卡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张小姐她的经历 张小姐是一家公司的职员 今年五月份她遇到了一件 令她想不到的怪事 我莫名接到了一个电话 就开始发那种骚扰短信 然后我一气之下就关机了 我第二天下班回来的时候 然后我查一下银行卡的余额 然后就没有了 是刷了六千 银行卡明明在自己的身上根本没有使用 却被别人盗杀了六千元 这让张小姐非常生气 但是没过多久 她又被骗走了近三千元 九月四号张小姐在网上 看中了一款价值九十九成的皮包 并在网上下了订单 没过多久 她就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一听说张小姐要退款 对方马上说 即使退款也要打在你的卡上 为了打消她的疑虑 对方称可以互相加上QQ 将卖家后台订单的截图 发给张小姐看 然后她就给我发过来一个截图 就是我购买这个东西的 这个一个卖家的这个截图 张小姐以前曾经开过网店 应该说对网上的网购业务很熟悉 看到这个只有卖家后台 才能看到的信息截图 张小姐对这个卖家没有一点怀疑 随后对方又给张小姐发送了一个 说是可以办理退款的网络链接 让张小姐点击进去 这个异常的举动 让张小姐产生了怀疑 如果我在那个购买的那个地方 点退款的话 直接就可以退 为什么非要说 再来一个链接再这样退 对于张小姐提出的疑问 对方马上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现在网络退款服务出现了异常 只能退到信用卡里 我想的是退款 又不是我给她打钱 所以我就进去了 随后这个所谓的卖家 给张小姐发了一个链接 上面除了退款的页面 还有退款的金额 以及详细的个人信息 然后进去之后 就是写你的姓名 你的卡号 然后你的信用卡的有效期 还有你信用卡背面的后三位数 还有你的身份证号码 在填写完这些信息之后 对方要求张小姐提供银行 发到张小姐手机上的短信验证码 我也犹豫了很长时间 然后她一直催一直催 后来我就给她了 在对方不停的催促之下 张小姐很不情愿地说出了验证码 一分钟后 张小姐收到了银行 发过来的短信 上面显示的不是退款99元 而是消费2999元 随后这个卖家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很生气 当天哭得很晚 反正就是说 虽然钱不是很多 但是也是自己心心咕咕赚来的 当然心里都不是很好受 我们看到从最初的中奖 房租汇款 到网银升级 邮包藏毒 退税补贴 再到冒充公检法人员 冒充税务人员 伪造网上通缉令 如今通讯信息诈骗类型 已经扩展到了数十种 五花八门 覆盖面之广 令人难以招架 那么面对种种通讯网络诈骗 很多受害者都弄不明白 这个银行卡或者说是信用卡 明明就放在自己身上 有的甚至用都没有用 怎么这个账户里的钱 说没就没了 在这次李若同经纪人邓小姐 遭遇的诈骗案中 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 犯罪嫌疑人首先让邓小姐登陆一个钓鱼网站 下载一个程序 这个钓鱼网站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毒呢 这个极有可能就是一个木马病毒 如果他想要让这个木马病毒 能够在这个受害者的机械上运行起来 那他必须得让受害者 把这个安全的软件卸载掉 才能够把这个下载进行下去 李若同的经纪人邓小姐 就是按照对方的旨意 卸载了杀毒软件 在卸载杀毒软件之后 又下载了钓鱼网站 致使一百万元被盗刷 于涛告诉记者 安全软件可以清除病毒木马等一切 对计算机有危害的程序代码 一旦被卸载 用户的电脑随时可能被病毒入侵 这样就会像一个开放的大门 向对方敞开 U盘插进去我什么都没做 就没了 一分钟左右吧 很快 没多久就全黑了 那么这个程序 极有可能就是远程超困位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么它可以让受害者的机器黑屏 那么代替受害者在远端 可能是很远的一个地方 另外的一台机器上 代替受害者进行这样的 一些输入的一种操作 比如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把 民航里边的这些钱 因为Ukey已经插上去了 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这种 就是转账的这样的操作了 虞涛告诉记者 网络诈骗的形式多种多样 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钓鱼网站 进行逐步行骗 并且近年来 呈逐渐递增的形式 根据腾讯电脑管家 王指云安全中心统计 2014年上半年 共检测新增恶意网站 212.6万个 比去年同期增加218.3% 被黑客攻破 用于钓鱼欺诈和传播钓鱼欺诈的 正常网站 共计17.5万个 比去年同期增长15倍 管家浏览器及QQ 共拦截钓鱼欺诈与挂马恶意网址 共计93.3亿次 日均拦截恶意网址5000万次 日均拦截银行钓鱼相关网址30万次 那现在的钓鱼网站 基本上都是模仿这种知名的网站 它可能在网址链接上面去 可能会多一个字母 少一个字母这种方式进行 可能很容易混淆这种 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判断 这是一种方式 另外的话 可能也要注意这种 就是不常见的这种网站 最后的这种结尾 因为对于我们中国网媒来讲 可能经常见到的都是 .com或者.cn这样的一些网址结尾 那如果说一些陌生的 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多加留意了 像.tk结尾的 .ga结尾的 还有就是说很多很多了 因为其实都是其他国家的一些运名 它都会在国外进行一些注册 然后回过来 回过头来到国内进行诈骗 虞涛向记者介绍 目前网络电信诈骗 倒刷信用卡或银行卡 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 以恐吓或者利诱的方式 比如利用改号软件 冒充警方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钓鱼网站上填写账号密码 进行诈骗 第二 诱导受害人在电脑或者手机上 下载携带病毒木码的文件 以监控用户的行为 后台进行汇款操作 拦截验证码 在受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倒刷信用卡 第三 利用出行旅游等服务类网站的漏洞 导致受害人的信用卡信息泄露 进行倒刷信用卡 现在在我手里呢 有这样的一些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2013年我国通讯信息诈骗犯罪活动的 发案数量超过30万起 近三年来 每年因通讯信息诈骗 导致的群众的损失 达到了100多亿元 那么平均单笔的金额 超过了5万元 好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细细的为你梳理 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由于犯罪嫌疑人 他们比较分散 同时还比较隐蔽 所以呢 一旦被诈骗团伙 倒刷了信用卡或者是银行卡 就比较难以追悔 违法的成本低 导致呢 诈骗团伙肆无忌惮 猖狂骗取百姓的钱财 在每年几十万被骗者的背后 是犯罪团伙 拨网手机或者是固定电话用户的 海量的诈骗电话 最近三年 每年 由于通讯信息诈骗导致的群众的损失 是高达一百多亿元 平均单笔金额超过五万元 那么究竟谁是幕后的黑手呢 当消费者卡上的钱被倒走之后 那么这些卡上的钱又是怎么被提走的呢 这是今年七月底北京警方破获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 在印尼警方的配合下 在印尼巴弹岛的一栋别墅内 抓获23名涉嫌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 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嫌疑人 其中14名犯罪嫌疑人被压卸回国 接到很多受害者举报之后 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 最终将诈骗电话的出使地 锁定在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 诈骗所得钱财则在台湾被驱走 犯罪嫌疑人王某广西人 今年二月份通过熟人介绍工作的方式 成了这个诈骗团伙的一员 介绍我们到那边的印尼去工作 就是工作不很辛苦 所以每个月有的增五六千块钱一个月 根据警方的调查 这起网络电信诈骗团伙的组织者是台湾人 为了遮人耳目 他们从国内召来很多会讲普通话的人 冒充银行工作人员 他们就教我们听他们说怎么说 说话这样子 这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的诈骗团伙 一线主要是大陆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 以透支信用卡 信息有可能被盗用为名 让受害者报案 二线再由另外犯罪嫌疑人冒充公安人员 恐吓受害者不仅透支信用卡 还涉嫌贩毒洗钱 并且案件进入检察院环节 之后再由三线犯罪嫌疑人 冒充检察官要对受害人资产进行审查 就这样通过拨打网络电话 找到防范意识薄弱的试主 假扮司法机关 套取个人及财产信息后 层层诱骗进行网络转账 这个是一个咱们转过的电话拨打电话的拨点 他们另外的团伙还有取款团伙 还有最后的当款转移团伙 包括有一些幕后的后勤支援团伙 给这些人出境提供那些票务支持 都是散落在各地 主要包括后期的取款团伙 资金处理当款团伙都是在台湾 台湾咱们查情况呢 调查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发现 北京警方刚刚破获的这起通讯网络诈骗案 是一起最具普遍性的案件 有很多群众不明白 明明这个电话上显示的是国内的号码 为什么电话的拨打地却是在国外 其实犯罪嫌疑人是利用了网络上的虚拟号码 使出的一个障碍法 一旦把钱骗到手之后 取钱的地方可能就是远在大洋的另一端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诈骗 最终的目的是要从信用卡上 把骗到的这些钱取出来 最近呢 另外一种洗钱的方式也值得大家关注 今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海南丹州破获了一起诈骗案 这是收网前的一次踩点 一会再往前转一转 路过一下他们家 但是这个千万别停 别被闲人惊了 这次抓捕行动 北京警方连续打掉四个诈骗团伙 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8名 涉案资金300余万元 经过警方的审理发现 犯罪嫌疑人盗刷信用卡洗钱套现非常隐蔽 手段之一就是勾结机票代售点盗刷信用卡 在这次警方破获的案件中 一条通过机票代售点洗钱的链条清晰可见 首先利用百度专家账号发帖 以信用卡如何提升使用额度等热度较高的词汇 诱骗群众登陆钓鱼网站 在这个钓鱼网站上填写持卡人的个人信息 再通过机票代售点洗钱套现 先获取这个市主的银行卡的信息 获取银行卡的信息呢 它又分这么几过 它第一步是在那个在论坛里边 像这些百度贴吧 什么天涯论坛里边 先发一些这种热度比较高的这种词 你比如说信用卡额度的提升 还有更改绑定的手机号 类似于这种话 然后他在网上再买一些级别高的百度专家账号 在这里边再发布答案 就发布如何提高信用卡额度 这里边上面写着您可以登陆卡宝宝的官方网站 这个3w.com这么一个假冒的钓鱼网站 这个网址咱们看呢 咱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假冒的卡宝宝的官网 但是前提是假冒的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 利用机票代售点进行洗钱 是信用卡诈骗洗钱一个新型的骗术 当拿到持卡人的个人信息之后 骗子先利用受害者的信用卡 先行购买机票 再以低于航空公司的价格 卖给机票代售点 机票代售点 再将机票卖给普通乘机人 将现金换回 诈骗团伙再与机票代售点进行分成 从而完成洗钱提现的全部过程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种洗钱套现方式 当拿到受害人信息后 用虚假身份注册了多个游戏账号 将骗来的钱换成游戏币 并通过QQ不断的交易 最终再把游戏币兑换成现金 再通过购买机票等形式 完成洗钱的过程 目前网络诈骗新的态势是 木马病毒攻击增多 高科技犯罪趋于年轻化 大信息为基础的网络骗局频频出现 在这里我们要向所有的朋友提醒 第一要安装安全软件防护电脑手机等上网设备 避免互联网时代的技术侵害 第二一条 当你上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网址 遇到和正规网站类似或者是不正规结尾的这个域名 要特别的留意 要提高警惕 第三 就是当您要下载APP的时候 一定要到有安全检测功能的大的应用市场 下载带有官方标识的APP 避免二次打包的恶意软件 一目混珠 第四一条 就是如果遇到有陌生人或者是单位以各种理由要求填写个人信息 或者是转账汇款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甄别信息的真伪 防止上当抽片 域名一字之差 钓鱼网站盗取用户信用卡信息 频频刷卡消费 钓鱼网站的域名和官方网站的域名是非常相似的 仅仅其两个字幕不一样 搜索引擎定价排名 再次遭质疑 虚假网站或信息为何排名靠前 我做这个网站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对吧 他往往都是通过搜索引擎推广 来实验这个在特定的时段实验特定的攻击 而且这个网站呢就说一般来说 他为了这个避免被追查 避免被追查 基本上就说 骗完就走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央视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